统计至28日上午10点30分子 共协调164班次 成功输运15317人 军机19架 输运1330人 民航145架 输运13987人 县长成功夫也在昨日上午前往澎湖机场 关心输运情形 并未劳新劳的执勤同仁 感谢各单位不免不休 协助志朋旅客全速顺利返家 并向所有人员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越述再走来 那一百多人 也没有办法 不敢让他们进来 因为你们有电脑 我们是 大家是不会怕一样的调别通电脑 所以我们就送一些餐点 让他拜电一个过 你们也辛苦 很感谢 非常感谢 总共两天出入了一万五千多元 不简单 经济就19 19只有三次 民航区也18个大 大家辛苦 你知道 军志您该办法 这边是我们的 民航公公司 所以军机启用的时候 军方航班的同仁 军民一家 共同失散作业 你们多幸福多留案 伤心就多一点幸福 有你们真好 谢谢县长 关心我们的幸福 谢谢 陈县长在林间新副县长 蔡奇贤秘书长 及旅游处长陈美玲等人陪同下 到澎湖机场感谢县府同仁 航空站 航空公司地勤人员 与国军弟兄等共同努力 陈光复表示 凯米台风来袭 导致海空运停航 造成万名旅客滞留澎湖 甚至有返台就医需求的乡亲 在县府积极协调加班机 并请军机支援下 两日共协调164加班次 成功输运15317人次 让游客和乡亲能够尽早返回工作岗位 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国军弟兄 还有航空公司 还有航空站 各位同仁的辛苦 我们这两天 总共输运了 澎湖输运的 离开澎湖的 有15000多人 那单单加班 国军空军经济 加了19个班次 那明朗公司两个立隆跟华信 就加了18个班次 总共加了37个班次 那单单加班的部分就3100多人 总共输入15000多人 在两天 大家非常的辛苦 还有我们也感谢 航空站 还有警方警卫 副现场跟我们 当天因为有部分一百多位乡亲 因为民宿已经爆满 因为有些人还有 从台湾来的民宿爆满 有一百多位住宿在机场门口 那因为围安的问题 我们不方便开放 因为有电脑 各方面产舱 有一百多位 防空站跟副现场 跟流宿通人 还有国军弟兄 来关心也到了半夜一点多 送饮料送餐点送乙衣 让他们当床垫当睡袋 预寒又怕下雨 所以一直到半夜一点多 大家的辛苦 大家的辛苦 我们至上感谢 陈光复说 特别前来机场关心书运情形 并为了心脑的执情同仁 感谢各单位不免不休 协助志朋旅客 全数顺利返家 并向所有人员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记者 王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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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